他们的老讽子28年前 那么当时的这个科学家 南宁东先生 就带到这个地址专家 他们到这里考察 那么当时这个地方还不通路 从上面这个傲奖下到大卧档 下到这个地方要走半个多小时 上来也要走半个多小时 那么非常艰苦 2011年3月 法斯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建设中一向像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 接踵而至 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 南宁东和同事们就想出了 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 随时移动的新办法 而对于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 也随之提高 这个画面记录下了年近七旬的南宁 检查吊装平台施工的情形 这位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能上钢架去拧螺丝 能拿扁铲去削平钢材 也能探视波器调整设备 2016年9月 法斯工程整体竣工 实现了包括耐疲劳钢索在内的 30多项自主创新的专利成果 在竣工现场 已经确认为肺癌的南宁东说 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他会给中国的热点点 工作者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机会 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的 作为法斯特的造梦者 南宁东用自己不变的激情 带领一众科学家 共同走过了23年 漫长而坎坷的重梦之旅 2017年9月15日 南宁东因定此事 享年72岁 他留下的科学遗产 奠定了未来20年 中国射电天文 乃至天文学的黄金时代 从第三年生命连划成 现在这出现了 我们的命 就是他有一种 对未知探索的精神 法斯特的出现 幻想 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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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希望他们有 运气 能够做出 巨大的天文 成就论 我们的成就 回归 我叫回归人意 回归世界天文节 感官安宁 万乱无声 美丽了与众太古 为他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大国平庸 进入大无垠的光芒 这里是正在